国家医保区研究建立得上制度的总体思路是 在医保协议管理出价下 对医保基金监管的基金使用相关的人员 从医保支付的管理能源度下 加上管理对定届医药器过程相关的人实行 加上积分 从而实行动态经济化管理 在医保部门监管工作中 如果发现相关人员涉及到回法回復行为 将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对其予以积分 相对较轻的问题即1到3分 重一点即4到6分 更严重的即7到9分 最严重的 比如像无需红条医院这样的7大片段去 将计10到12分 甚至有可能一次去计划12分 一个自然年度类 即分大到9分的 将暂停期医保支付增长 1到6个月 暂停期内 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 不允计算 而急救和抢救除外 一个自然年度类积分达到12分的 将终止期医保支付资料 终止期内所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 将不予解决 其中呢 这一分量的情况 一种是由于 一些小的微微行为累计 即7分 即到12分 终止3日期 1年内 不得再次登记被案 那么一次性 基本12分 终止至3年内 不得再次登记被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